大家好,我是梦梦,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年终总结之包包痕迹 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 然后不挑场合,不挑穿搭 非常百搭的一些包 然后从小众的到比较贵的都有 不过都是用力非常高了 所以是我今年的最爱算是 然后我自己一般会在包里放四样东西 就出门必戴一个唇膏 然后一个有一定厚度的这种卡包 一个手机和机穿钥匙 这几包我到时候都会把它们放在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大小这样 第一包就是Celine的有一个所扣的西异皮的包 今年所有的这些包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是我夏天入的 然后我到现在也很喜欢 因为它的size和款式都非常的经典 很简单的一个这种长条的半圆形状 然后有两个肩带 一个可以手提 一个可以这样 当作夜下 夜下的程度也非常合适 就是不会说穿很厚或者说很大的大衣的话 它卡叶下来它挺长的 然后它除了这个西异皮的这个纹理之外 唯一的装饰就是它这个锁头 大家讨论度好像比较低 但我觉得确实它是一个植物非常耐开 而且非常好搭的一个单品 比较耐磨 目前我用了半年 上面还一点划痕都没有 就是很亮很新的一个包包 手掌这么大吗 比手掌稍微长了点 但它的容量是比较是红红卡包 再加手机 这样装好之后呢 它也是不会溢出来 然后很好 我就可以这样扣上 那搭配的话 这个包是特别百搭 就像我今天这种毛衣 以及裤中比较休闲的穿搭 也可以拿 我搭牛仔裤也可以 我出去夏天度假的时候 也是背着这个包包 像我因为工作兴趣嘛 就有很多这种比较正式的场合 拿这个包包也完全OK 就是它既能兼容休闲的风格 也可以兼容比较正式的风格 然后大小也是特别适合这种场合的 因为像更大一点size的包 去正式场合 对我来说可能它就太休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真的很满美 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个包包 接下来的一个包包呢 就是这只 大家见过老多回呢 Prada的这个单肩的包包 然后它还有个袋子是短的 腋下的这种长度 但它腋下的长度没有特别长 所以我觉得冬天的话 也是它斜块的这个袋子更实用一点 它的颜色配得非常好 就是白色的包包很容易显得廉价 或者说质感不好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中间白色 不偏冷不偏短 然后搭配的是银色的五金 冬天像我搭配黑色的大衣 夏天的话也是搭配更清爽一点的 牛仔色呀或者衬衫什么的 都很好用的一个包包 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判断 这种小包包容量的方式 类似于标了mini这种size的包包 一般情况下长条型的 会比方形的更能装一点 所以这种方形的minisize的包包 一般装手机的话 就是太刚好了 就可能你塞了手机 你不能塞别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容量 我要是把卡包扔进去 厚厚 钥匙 我的手机再塞就 关不上了 所以我一般如果背这个包 我的手机就是揣在兜里 或者拿在手上 背上之后我觉得它很适合 跟这种深色的衣服搭配在一块 但我今天就是没有穿外套了 像这种浅色的白色的包包 或者银色的包包 都是非常适合跟秋冬 这种深色的大衣服那一块的 因为它可以知道一个穿搭的轻盈感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亮面的皮 没有纹理 大家可能会怕划痕什么的 那这个Prada的这个 特面能看到有些使用痕迹 但没有划痕 所以我觉得它皮也还挺好保养的 后面三个都差不多大了 就是让我有点难抉择 那就首先是这把 Mani Atelier的 这个包包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是我觉得小包包里小重包质感 很好的一个包其中之一 它的皮的质感非常好 有纹理的这种油皮 而且不容易划痕 主要是它的颜色 这是我今年唯一一个喜欢的 褐色棕色系的包包 我觉得褐色棕色系的包包 很容易拿起来 就显得过于成熟 这种颜色里面 很好的一个选择 它就是有一点偏卡皮 然后外加它的造型 是有点手枪包的这个感觉 就是下宽上窄 然后下面有一个凹槽的这种 它整个造型是非常好看的 它带的长度是 夜下超级优好 可以从大概这么短 调到比我现在这个海长 然后它背起来的话 非常适合冬天跟袋衣搭在一套 在腰部以下的位置都可以 比这高 它其实看起来比花辣的还小 但其实容量大一些 因为它整体侧面 它有一个双层的这种设计 放了东西以后 它会整个障碍 所以它容量会更大一点 塞进去之后 可以很顺利的拉上 它其实size 还能放下一副耳机 就是有带耳机盒的那种 挺好的 买这个mini size就可以了 不管是酷一点的风格 还是温柔一点的风格 这种偏caki的组色 都是可以兼容的 这只包包也很喜欢 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 学生党 或者说预算不那么足的小伙伴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设计 无论这个包之外 接下来也跟它容量差不多 就是这只Rak Luce的包包 这只包包是我今年意外的 觉得Rak Luce很实用的一个包 它还有这种类似设计 但是唇叶下包的 当时我买这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肩带 取下来之后 它的大小也很适合 夏天的时候参加个活动 穿一个麻的裙子什么的 就比较适合我的工作兴趣 然后可以手提这样 然后冬天的话 我最近还蛮喜欢把它写跨的 跟大衣什么的搭在一块 尤其是穿一些比较温柔的衣服 比如说 像穿这种浅脱色的毛衣的时候 把它搭在大衣的外面 或者西装的外面也很好看 它的容量 要是 包包 签包 然后再把它手上塞进去 也是差不多塞满了这种 外面它这个扣 完了就好了 我刚刚跟摄影师小姐姐讨论 她就觉得Rak Luce 它的颜色或其他材质 都做得更多样 而且更正一点 所以买Rak Luce的话 还是倾向于 比较有它品牌特点的这种材质和颜色 是可能更好一点的选择吧 接下来的包包也是一个 算是一T bag吧 就是Celine的凯旋门的包包 很百搭的一个老花 因为它的暗纹比较不明显 但是同时又有一点 复古的这种感觉的一个业下包 它的包带跟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锁扣的是差不多的 也是同样这些东西都能装下的 所以就不多说了 因为它本身就大一些嘛 然后整个风格上 在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包包里面 是最适合跟运动 或者说更潮一点的风格搭配在一块 它的材质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相对于这种亮面皮 或者说前面稀有皮的这种包包来说 这种皮是很精用的 哪怕被钥匙划过 这种狠实劲的 它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就比较常用常心的这么一个皮质 然后搭配的话 就跟我今天这身毛衣和皮革的搭配 也超级合适 尤其我今天带着比较夸张的金的收拾 跟看凯旋门的这个标志 放在一块 是非常好看 下一个包包就是我最近最新的一个包包 阿雷亚的猩猩小包包 是这一次唯一造型感特别强的一个包包了 是一个立体的这种中间凸起 然后两边比较窄的一个猩猩 正面背面都完全一样 然后只是正面有一个小小的logo在下面 很漂亮 把它打开的方式 就是两边的猩猩这样打开 张开 血盆大口 就这么一个包包 但它容量 非常的大 就是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放这钥匙 口红 钱包 加手机 直接拉上 完全不会变形 如果你还有一些什么小东西 直接开一半 然后往里面塞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容量大 主要是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小尖尖 就比如说像钥匙 它就会掉到下面这个小尖尖来 就不占上面的空间 外加它厚度还挺厚的 所以其实还蛮弄装的 前面这些包多弄装 它的肩带设计就挺传统 有点中式的这种感觉 就是像小时候编手这样那种 可调手边长度的那种 但我觉得这个包包的设计 比较适合这样单肩背 因为它本身的肩带非常的细 肩带之间的这个肩距会有点窄 就这种包我觉得不适合做夜下包 因为做夜下包的话 你上面会很宽嘛 就怪怪的 就感觉没有它这个纤细的感觉了 然后如果是包带很长 这个延续性线条的延续性很强的话 就没有它这个纤细的感觉 搭配上来说呢 尤其适合跟那种有choker Sumfong也出了一个新型的那种 choker项链这种 它们放在里面真的很好看 就Biatrice 我看她也穿一套皮衣裙 还是皮衣的 我记得那一套就真的非常重装 然后除了这种酷感的搭配 还可以就以她本身给人的第一印象 阿雷亚的这种 更刷黑一点 就是比如说参加party 穿一个one piece 这种小裙子 跟它搭在一块 它就是一个亮点这种 那接下来一个也是 最后一个小型的包包 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 也是小众的性价格高的 Bolland的这个鞋包包 Le Man和胡花桑平体 就它背上的效果是很类似的 容量呢也很够大 让东西放进去 它甚至都是 我直接塞进去 它是横起来的 还有一个设计 我觉得很方便的点 它的吸扣是在上面 它是向左右这样打开 然后关上之后 它的吸扣就这样吸起来了 然后它设计很好看的一点 就是在它的流线型的圆圆的设计 还有它这里有一个凹的皮的这么一个剪裁 加上它的五金 它的五金也是这么一个流线型的金色五金的设计 有形状但看起来又很柔软 然后它的包袋的长度呢是可调的 就这儿有好几个袋子 我觉得调到最短的比较好看 它的袋子就是可以掉下来 也能作为一个装饰 那它的皮应该算是类似于荔枝皮 或者就是原本牛皮的这种纹理 所以也不怕花什么的 像这种本身就有纹理的皮 一般都比较好保养 不好保养都是那种完全没有纹理啊 Vox皮那种光面子 那这个的搭配呢 我也说过了 是夸张的那个小Size的皮肤剔 我觉得它的搭配就是跟这种所有文艺的风格 风衣大衣啊 或者说衬衫什么的 就是比较法式复古的这种文艺风格 搭在一块都非常的合适 今年我所有鞋跨的配包里 最适合跟深色的大衣搭在一块 就还有一个这个金色的五金 就有点像鞋带扣一样的这种感觉在身上出现 所以很适合跟黑色的大衣搭在一块 那小包包跟大家分享完了之后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了 特别实用的大的包包 像这个VSL的这个NIKI的大号 这个我去年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作为一个大号的皮包来说 它已经算是这个大小里面比较轻的 然后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能装 塞进我的13寸电脑完全OK 不会就很拥挤这种 冬天的话上飞机还会带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围巾啊 然后一些零食啊什么的 它都能装到下面 然后平时如果我出门去工作 或者说去出差也会被这个包包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然后除了它的容量之外 它的风格也非常合理 有一个带拉链的这种里面的格子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装卡子啊 然后还有外面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我一般出门的如果上飞机或者干嘛 都不用来装一些杂物 比如说耳机啊充电线什么都会装在这个包里 因为它也有一定的厚度 最后这个贴身的包包 这是有一个吸扣的 它背后这个包包我觉得可以装贵重物品 怕护照丢什么的或者怕机票丢 也可以放在这里面 而且它也好拿嘛 背的时候也是贴在身体内侧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用来放贵重物品的袋子 然后它的链子是这样 可以有两种背法 如果是这样 它就可以斜胯 有一个多长度 但是因为它是个大包嘛 所以我觉得它斜胯没有那么好看 一般情况下我就会把两个收起来这样背 就是当夜下包这样 就如果外套不是很厚的话 我可以把它这样背 就有点像流浪包的那个背 就是一边搁一个袋子 然后这样的话如果它很重 尤其是登机的时候东西很多 不会压得我肩膀很痛 就我两边都可以受力 然后还不怕丢 就是拿东西什么的也很方便 那这个就仅限于穿的比较薄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很厚的绒服外套 是没有办法穿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方便的 通勤呀 然后包括出门上飞机很方便的一个包包 然后最后一个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包呢 也是一个大包包 这个是夏天版本的登机包 它的容量这么大 就是一个可以装任何你想装进去的那种大小 像那边腹一样 中间的这个袋子是可以取下来的 取下来之后它就会变得更大 变成一个船型 挺方便的 有两种背法 像这个这么大打开的背法呢 就是我去度假的时候的背法 像我月份出去玩也是背的这个 而且它也是一个有造型杆 包包并不是只是用来装行李 因为像这种包包的话我当然只觉得越轻越好 虽然说它看起来是比较厚实的这种亚马 但实际是一个非常轻的包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有两个简单 一个是这种比较长的 可以夜下这样背 上飞机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这样方便手提的短袋 有的时候需要手提的话 这样也比长袋更方便一点 也算是一个有层次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就是简单 然后但是很实用 非常适合夏天出去玩和度假 然后通勤的话就把这两个袋子合上 就可以变成一个通勤大小包 然后它的搭配呢 就是井贡春夏 因为它这个反部的质地占的特别的多 所以一看就是一个夏天的度假包 而夏天的话呢 它就很适合跟青年 不那么精致的穿搭放在一块 随便穿一个拖鞋或运动鞋 衬衫短裤 或者说亚马的裙子 或者亚马长裤 这种比较舒适一点 度假风格的穿搭放在一块 那好了 这就是我这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年度包包的合计 都是我今年最爱的一些包包 没有那么实用的 我觉得都没放进来了 我觉得这里出现的都是非常实用 并且随便抓起一个 都能跟身上搭配 基本上match的一些包包 那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包包合计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